为了拿绿卡听说过假结婚嫁庇护 没想到还有假抢劫 因为作为抢劫案受害者可以得到有签证 从而曲线拿到绿卡 并且还有中介机构专门干这种事 联邦司法部近日公布 两名印度裔男子因专门组织假抢劫被FBI逮捕 被控共谋签证欺诈罪 据称他们至少实施了八起假抢劫 让便利店员工可以申请由签证 从而拿到美国绿卡 这两名男子分别是36岁的兰巴依帕特尔 Embay Patel和39岁的巴尔温德辛格 Bowainer Singh 其中帕特尔于2023年12月13日在西雅图被捕 在华盛顿西区首次出庭后被下令拘留候审 辛格于2023年12月13日在纽约皇后区被捕 并在纽约东区首次出庭 他们都将被引渡到马萨诸塞州 的波士顿联邦法院受审 根据起诉书显示 从2023年3月起 帕特尔极其同谋 有时包括辛格 策划并实施了 对至少八家便利店 酒类商店和快餐店的武装抢劫 其中在马萨诸塞州至少实行了四次抢劫 据称策划抢劫的目的 是让便利店的职员 可以以暴力犯罪受害者的身份申请6签证 有签证适用于遭受精神或身体虐待的受害者 以及在调查或起诉犯罪活动中为 执法部门提供帮助的某些犯罪受害者 有签证持有人可获得四年居留期限 在三年后即可申请绿卡 不过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ASIS每年只签发一万张又签证 远远超过申请的数量 因此每年的积压都在变得更加严重 起诉书显示帕特尔和辛格充当导演的角色 他们精醒策划整个抢劫行动 劫匪会用枪威胁店员或者店主 从收音机中拿走现金并逃跑 而便利店的监控记录了这一切过程 抢劫得手后劫匪会警告店员 至少五分钟后才能报警 另一方面这便利店也不是随便找的 万一碰上带枪的店主或者其他店员 不仅假抢劫会穿帮假劫匪 还可能被当场击毙 所以帕特尔也会找到便利店老板 想他支付费用 然后借用他们的便利店进行抢劫 待警察感到劫匪早已逃之夭夭 警察会给便利店店员 开具收到暴力犯罪的证明 而店员则可以用这个证明去申请留签证 一切似乎完美无懈可击 但很快被执法机构发现了破绽 并且两名导演也被抓获 他们被控共谋欺诈签证罪 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 三年监管释放和25万美元罚款 前段时间过在走线的人群中 有人教唆他们可以通过开车撞人 实现长期留在美国的目的 并称这是美国法律漏洞 只要没撞死就可以快速获得美国绿卡 事实上这不仅拿不到绿卡 还会有牢狱之灾 移民法上庭律师黄孝生表示 从一般法律原理上来说 这种违背社会公德 扰乱社会秩序 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 移民法怎么能去鼓励呢 还给他办绿卡 想得美 除此以外还有人教唆举报 老板举报房东 也可获得绿卡 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留签证只是发给刑事案件的受害者 并不是用于民事纠纷 举报老板举报 房东的行为是自断后路 这股歪风邪气直接导致老板 不敢再雇佣没有身份的工人 房东不敢把房子租给没有身份的人 最终的结果是新走线进美国的人找不到工作 也找不到住处只能睡帐篷成为流浪汉 洛杉矶美狗整理出品 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出更好作品的动力